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商业类,农业类学生技艺竞赛落幕,国立北门农工在农业类有5名学生荣获金首奖,获金首奖比例50%是全国农校最高,商业类网页设计有王家和永多金首奖,6人永多金首奖,写下创造81年来最佳成绩。 北农六名金首奖得主是造园景观之类朱曼云,食品检验分析张明慧,农业蔡加修,触传宝剑陈建中,食品加工秋静,网页设计王家和,而金子林,吴俊伟,王如玉,黄雅被四人荣获优胜,北农令在食品检验分析之类获得第一名团体奖,农业之众荣获团体奖,第三名,触传宝剑之众荣获团体奖。 第四名,食品加工职众荣获团体奖,第五名,校长张福祥说,王家和在老师红素环指导下,赛前每天练习超过九小时,眼睛很疲劳,手音不断滑纵滑鼠,还造成肌腱炎,能获金首奖,一切辛苦都值得。 王家和读纵和高中学成,二年级才读专业科目,比一般高职生又慢了一年。 洪素环说,偏向高职学生只要愿意多付出,多努力,表现不会比都市学生逊色。 王家和说,希望未来升上国立大学后,经验网页设计,有兴趣加努力,期许未来能出头天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